Hell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林松,很高兴又在这个视频当中和各位见面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来聊一聊昨天这个台湾或者说所谓的中华民国他们的这个断交的风波 其实呢,我今天一直有这个观察媒体的一些反应 然后呢,看到这个岛内的媒体呢,一般情况下分为两派,对吧 就是蓝银的反应和绿银的反应 那蓝银的反应呢,其实都是蛮正常的 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呢,要怪就怪谁呢 怪这个民进党政府啊,没有处理好大陆和台湾之间这个两岸的关系 导致这个一系列的后果 然后呢,就是说蔡英文可能在某些方面没有做好才导致这个结果 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很理性的一个反应 但是反观绿银呢,他们分为两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呢,就是和这个蔡主席一样 他们在怪大陆,然后一心的谴责大陆 说大陆对他们打压,疯狂打压 然后不顾这个以前的一些情谊啊,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是说在不断的觉得自己很可怜 然后全是别人在欺负他们 这是蓝银的一派的想法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蓝银的人士呢 就觉得无所谓啊,断就断了嘛,对吧 然后这些反正这些所谓的邦交国也不重要 根本就无所谓跟他们交不交往 然后反而还能省一笔钱 就是不用去经济援助他们了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 如果或者说既然他们不重要的话 那台湾那些政府党政军那些机构 为什么还这么心思动众的出来召开说明会 或者新闻发布会呢,对不对 而且各位,其实你可以看到 昨天晚上在七点半左右的时候 蔡主席包括这个赖清德 还有陈菊 还有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外事主管 都相应的一起出来 三个人,四个人一起出来 在台湾的那个所谓的总统府 一起召开新闻发布会 来说明这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他们心中虽然嘴上说不重要 但是心中还是很看重的嘛 对不对 然后一心的来谴责大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想说的是 我昨天说了这个国家呢 在布吉纳巴索是一个在西非的国家 这个国家人口呢 大概是1800到2000万左右的人口 虽然从地位置或者是从面积 或者是从这个人口经济军事方面来讲 这个布吉纳巴索在非洲都不算一个大国 但是对于这个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 所谓的现在还仅存的这个一些邦交国里面 这个布吉纳巴索已经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国家 而且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 其实各位你去上网去搜索一下 这些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 现在还仅存的那些邦交国 他们的面积是非常非常小的 然后呢人口也是非常非常少的 有的这个面积呢 可能只相当于一个城市面积的大小 有的人口呢 甚至只有几万人 所以相对这些微型的国家来说呢 布吉纳巴索已经算有2000多万人 2000万人口 已经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伙伴了 所以这个一旦和台湾断交 就还是在岛内宣起了这个轩然的大波 好 我们再来返回到说一下 就是说比如说 这个昨天布吉纳巴索的断交 你觉得真的是北京的打压吗 我觉得并不是 为什么呢 各位你仔细想一想 或者我们换位来思考一下 如果你或者我作为一个布吉纳巴索的总统 或者说领导人的话 面对一个2300万人口的一个岛 和一个13亿人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大陆 我到底选择和谁建交呢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一个例子嘛 用如果用简单的话讲 这是一道送分题啊 各位 为什么2300万人口 这个城这个市场太小了 而且呢 还不得人心 对吧 我宁愿和13亿人口这个国家建交 哪怕这个国家没有给我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他可能也不会给我援助 给不给援助 我都另外说 但是只要我跟他建交了 然后呢 我们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开放旅游 我们开放旅游的话呢 这个市场就已经足够大到 我可能可以把自己的经济来经营好 而并不是说需要你非要什么去给钱啊 我才能给你建交 并不是这样子的 而且这个外交场合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就是说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你台湾 我们在断交之后 你口口声声的就来骂布军大法所说 背信弃义 万恩负义 怎么怎么样 作为一个台湾的这个领导人 你这些断交 口不出恶言 这是基本的一个素质吗 里面这些基本的素质都没有 然后你去骂布军大法所 有什么意思呢 而且从这个实质方面来讲 这个和台湾断交 那不明白着的吗 因为他当然会选择一个全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而不是会选择单单与一个2300万人口的一个岛国维持长久的关系吗 因为哪个方面带来的这个利益更大一点 这是不言而喻的 每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 就是包括这些小的国家 可能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或自己的人民过得更好一点吗 那毫无疑问 与13亿人口的这个中国建交可能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而不是选择与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来建交 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这个断交之后呢 当然蔡英文政府一直在不断的谴责中国大陆 觉得北京政府怎么怎么样了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分两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呢 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看到 北京政府呢 对台湾的这个怎么讲 就国际空间啊 然后呢压缩的越来越严 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动作呢 去应对这个蔡英文不断释放出来的恶意 就是说比如说 因为这个蔡主席上台领导台湾之后呢 双方的两岸的这个关系呢 真是每况愈下 因为蔡英文可能他不愿意承认交易公司 所以双方的这个交往的基础就没有了 包括从那以后 这个比如说大陆北京不断有这个飞机绕台飞行训练 还有这个航母的绕台飞行训练都已经成为常态化 以前呢台湾还出来喊喊话 觉得有表示抗议说这个有点不太好 但现在呢已经习以为常了 就是这个大陆的战机还有航空母舰 基本上绕台飞行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对于这个政府层面的这个空间呢 是越来越严格了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 其实对于民间的交往 其实是越来越宽松了 OK我们要分两方面来看 政府方面当然是越来越严格 因为这个蔡主席他越来越可能不守规矩 然后让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僵化 但是民间呢越来越怎么讲就缓和吧 或者说越来越好 各位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大陆呢 从之前呢一直在不断的出台一些 和台湾缓和的措施 或者说利民的一些措施吧 包括前段时间推出的三十亿项会台的政策 包括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些高中生 可以到大陆来读大学 还有台湾的一些年轻的朋友 包括毕业生可以直接到大陆来找工作 还有台湾还有这个大陆的高校 去台湾吸引一些台湾的教职人员 到大陆来任教到大陆来工作 然后呢给予一些比较宽松的条件 或者说比较高额的薪水 其实我觉得都是对于民间这个台湾的这个老百姓 释放出一种友善 就是希望这个政府层面的关系呢 不要影响到民间的交流 而且民间的这个这个措施呢 措施呢是越来越好的 而且为了方便这个台湾同胞呢 可能还有比如说改了这个卡式的台湾证啊 其实都是方便两岸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往来 但是呢对于政府层面呢 真的可能北京方面的表示特别特别无语 所以才会因为蔡英文一系列的不计后果的这些行为 才导致北京对他的这个可能越来越失望 才导致现在目前这个严重的后果 其实我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 两岸的人民呢 真的没有那么大的敌意 至少我觉得可能中国的大陆的这些老百姓 对台湾是没有那么大敌意的 但台湾的这些老百姓呢 可能多多少少对于大陆呢 有一些成见 所以呢我真的就是希望 各位有成见的朋友 我们放下成见 可以到大陆来多看看 多交流多旅游 然后互相增进了解一下 而且我觉得 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 我觉得岛内的这些老百姓 可能日子过得也不是很好吧 而且很多老百姓 我觉得都成为这个民进党 为了推广自己意识形态的一些牺牲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各位可以回头看一下 回顾一下之前马英九在当政时期 和大陆关系搞得特别好 所以呢两岸这个人民交流 特别往来特别多 然后比如说很多这个大陆的朋友 去了台湾的旅游 然后给台湾的这些旅游业 带来了很蓬勃的发展 但是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 这个两岸政策 或者说两岸的这个互动就越来越少 所以呢导致比如说 之前花了重金投入这个旅游业的朋友 比如说我看新闻 有很多这个旅游业的朋友买了大巴 然后贷款买了新车 然后买了这些船 都是为了欢迎这个大陆的游客去旅游 但是因为蔡英文当政之后 这个两岸的这个交流越来越少 所以大陆游客就去的又越来越少 导致这个游船根本开不出去 或者说导致新买的大巴 根本接不到大陆游客 赚不到钱 那蔡英文为了应对这个局面呢 他不想办法怎么维护好两岸的关系 而是推了什么新南向政策 各位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新南向政策 就是说希望去到东南亚 吸引比如说泰国 新加坡 越南 还有马来西亚的一些游客 到台湾去旅游 这个呢 收效是特别特别少的 而且有统计数字表明 比如说东南亚的游客 到台湾消费水平 根本大概可能只有大陆游客的三分之一 意思就是说 你人是去了 但几乎根本不太花钱 花的比较少 还不如大陆游客花的多 所以呢 大陆游客我觉得 去台湾旅游是花费是比较慷慨的 就是说愿意花钱买东西 然后愿意比如说 待的时间长一点 然后可能消费多一点 可能台湾的旅游业呢 也可能赚的钱也会多一点 发展好一点 对台湾的经济呢 也会有这个良好的促进作用 但是呢 这一切 这一切 目前到为止呢 就已经化为乌有了 就没有这些东西了 然后导致这个台湾的旅游业呢 可能遭到重创 而且呢 其他方面呢 经济又没有什么起色 所以导致这个蔡英文的这个 或者说民进党的政策呢 根本就不得人心 我觉得岛内应该也会有一些朋友 会醒悟到 去看到这个结果 并不是说 北京要把台湾怎么怎么样 也不是国际社会 要把台湾怎么怎么样 而是台湾自己的政策 让这个台湾这些普通老百姓 失去了很多赚钱的机会 我们昨天还注意到一条消息 就是说台湾的这个外事部门的主管 叫吴昭谢 好 吴主管或者说吴领导人呢 他昨天已经口头的向这个台湾的蔡主席来请辞了 然后呢想要辞去这个外事部门这个管理人员的职务 但是呢这个蔡主席呢可能觉得没有必要 所以让他继续在这个外事部门的担任领导人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呢 因为无论是谁来当这个台湾的外事部门的人 他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并不是因为因为吴昭谢任何的原因或任何的犯错 导致这个布金纳法所以台湾断交 而是本身你最高领导人的这个决策失误 或者说因为你民进党为了推行自己的意识形态的一意孤行 导致这个布金纳法所不得不投向这个北京的怀抱 那这个当然不能怪这个吴昭谢这个人了 对不对当然只能怪这个民进党政府的方针政策制定的不对 所以才导致台湾现在在这个国际空间上处于一个非常非常被动的局面 好各位我们昨天还在这个视频结尾的时候呢 做了一个这个无奖尽猜的活动 就是说我们来猜一下这个下一个与台湾或者说与所谓的中华民国断交的是哪个国家呢 那当然我看很多朋友给我留言 然后都说可能是这个梵蒂冈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梵蒂冈 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国家 这个我们到目前为止可能不得而知 对吧 但是我觉得梵蒂冈的这个怎么讲 就是影响力更大一点 而且各位也知道这个台湾呢 一直在不断的宣称自己与梵蒂冈 或者说自己与教廷教皇的关系多么多么稳固 就是说比如说说教廷不会放弃这个台湾的那些教友们怎么怎么样 其实各位想一想台湾一千一共是两千三百万人口 然后呢大概教友呢大概可能只有5%左右 但是呢大陆有13亿人 然后呢所有的教友加起来可能都已经超过这个台湾的总人口 绝对超过两千三百万了 所以呢这个教廷呢无论从哪方面考虑 如果从利益最大化来考虑的话 他也会考虑和这个北京建交 而不是非要维持和台湾的这个外交关系 好那我们其实很明确的就是知道 而且从新闻当中也看到了这个教廷或者说梵蒂冈呢 之前一段时间呢不断的和大陆有一些很积极的互动 或者说往来 他们只是在这个教廷任命中国区主教的这个人选上呢 可能有一点这个分歧没有谈好 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建交 但是我觉得如果双方把这个事情谈好之后呢 梵蒂冈与这个北京建交呢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好就看这个事后怎么发展吧 那各位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说的话 还是欢迎各位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我是很欢迎各位就是说畅所欲言 包括你说好的也行说坏的也行 我都不会删除任何评论 欢迎各位在视频下面来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关于台湾的断交的话题 各位小伙伴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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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